各位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百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一集加入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是耶魯政治學博士 郭正亮 亮哥 大家平安 第二小時陪伴大家 第二位是立法委員王洪威 淺秋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徽文 大家平安 這幾天大家可能很關心 不管老老稍稍在問說 6000塊是不是要發了 那麼當然蔡總統的臉書上 大家宣傳每天都有貼文的 也就是這個消息 6000塊怎麼發 結果網路上還有一些社群上面 出現了好多擔心的聲音 為什麼怕被詐騙 還有一些個資不是連唐鳳都說 隨便該政府機關登記 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嗎 結果現在又要去登記了 那到底登記有沒有風險 這個相關的單位 尤其蔡總統還特別澄清 登記入帳全程會加密 請支援澄清要大家安心登記 要大家安心 因為大家就是擔心不安全 結果相關官方單位出來說明的時候 就放心這個數位部已經出面 特別做好了加密 其實也不就是大家對於數位部不放心 這個信任度的問題 不是之前好多個連公家機關的個資 都被外洩了 現在才有這些疑慮 民眾就在想 什麼樣的方式才是最安全 而所謂6000塊高調宣傳的時候 大家總要先確定可以安全入带吧 這個叫做溫暖的照顧 從16號到21號每天都發文 溫暖的照顧 hashtag好溫暖喔 但是這個是我們人民納稅簽 這個要來發6000塊 現在普發6000元 當時在拼三賭的時候 民眾黨就曾經批評過是大撒幣 現在更是進一步還有別的預算喔 三賭要大撒幣的是 國債5個月又變多了 1400多億元 所以我們一個國民呢 是負債將近26萬元 蔡政府是有史以來 舉債最高的政府 所以分享所謂的經濟紅利 這件事情是舉債分享的嗎 那麼舉債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還有更多的補貼 包括虧損的國營企業等等的問題 所以呢 繳稅繳多了是該還給民眾 但其他的議題是補不了的大洞嗎 再看看賴清德 現在已經定於一尊 在國民黨內準備要進行初選 總統大選的時候 民調好像一直在往上升當中 所以他首先要解決 內部的派系問題 而這個派系裡頭 包括了昨天是夜宴永言會 希望總統立委雙贏 固守本土政權 其中王定宇還特別教他 怎麼當總統選總統 王定宇說的是 長期待在立法院的國防委員會 期許賴清德未來要做一件事情 三軍統帥的時候更重視國軍 所以蔡總統上一屆的817萬票 其實很多因素是因為國軍給支持 所以國軍現在變什麼樣子呢 不管是吊槍或者是逃兵 或者是各種軍紀的問題 所以是軍方給了很大的支持 怎麼交給賴清德呢 還有國軍槍彈外劉有心的第二把制式的步槍 被查有三個單位 有一把是被隱秘不對外公開 但總之是被暗港 這種本來屬於軍警海巡單位使用 這樣的制式長槍不見了 為了避免打草金蛇正在秘密調查 是哪個單位流出來的 我們全台灣當然是槍支管制 但是軍方的槍支可以隨便流出去 這個就是大家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了 那麼台南在賴清德就任了之後 黨主席之後 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學倫 還有黑金 現在台南的問題到底有沒有被解決 有沒有被民意所接受呢 黃偉哲市長跳出來說話了 他說有人在貼台南的負面標籤 這話好熟 是不是有人不想讓台灣買疫苗 有人不想讓台灣有外交 這個有人又來了 是陳時中上升嘛 他說有違法有司法追溯 但是台南被加那麼多標籤 是有人刻意而為貼上去的 會守好台南來讓老市長成為新總統 到底是別人貼的標籤 還是自己貼的標籤呢 看看這些事件好了 從梅渣 盧渣被起訴的案子 哇 幾億幾億元的預算 八八腔 丘莉莉議長 社會的案子現在正在偵辦當中 陳凱玲金發局長 陳忠燕的招待案 還有很多在被追究 分案的這種性交易 性招待的案子 什麼叫做貼標籤呢 是誰貼的標籤呢 還是自己人所造的孽呢 這個當中在追究當中 是不是民選民真的認為 這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了呢 而最新林傳媒的 包括紙本出刊之後 所報導的獨家消息 他畫了一張圖 其中這個圖告訴大家 叫做台南光電政商的暗黑網 這些人際關係跟脈絡 從郭再清民議長中指委 前中指委身上 所發布出去的 這個密密碼碼的網絡裡面 黃偉哲在哪裡 就在這裡 台南市長 他跟廠商還有金發局長 之間的關係 然後所以才能夠啟動得了 包括議長這裡的選舉案 有這麼多的風風雨雨 會選頻傳 甚至在政商這邊 88級槍擊案 牽涉到黑道勢力 利益不均的問題 這些案子一件件一樁樁 不也都跟黃偉哲所管理的 台南市有關嗎 當然地方人士就講了 郭再清能夠對能源集團 欲取欲求 難道是自己就可以的嗎 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嗎 從台南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才是關鍵的 其中英系人馬又是什麼角色呢 那麼賴清德敢弄清楚嗎 我們看看現在黃偉哲跳出來說 解檢市長可以幫賴清德拆彈嗎 媒體有很多分析報導 黃偉哲強調有違法就司法偵辦 但是賴清德的本命區 會變成2024大選的地雷區 現在對黃偉哲來講 要扛住這一戰 很多問題恐怕是責任在他的身上了 亮哥 我們來看看這整個事件當中 從6000塊要來發 到現在賴清德的選情來看 是不是真的在台南的問題 已經被解決了嗎 這6000塊我真的有朋友收到了詐騙 就是像一個好像要申請入帳 大家磨到貨貨在等 然後就要你的個人資料這樣 這個在歷來都會發生 所以小英真的不要認為不會發生 不要到時候又有人被騙 這個發錢當然大家都很高興 就不希望有一些詐騙案發生 我覺得台南目前民進黨執政 法務部至少可以要求台南的司法 迅速辦完 迅速進入一審 二審 至少你催案是可以做的 就你應該要迅速辦 比如說這個陳凱玲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邱莉莉的社會 這個很快可以辦出來 你如果始終都 比如說一審結果都不出來 然後一審到二審又拖很久 比如說今年就是辦不出來 你看人家怎麼想你 大選前 對不對 人家會怎麼去想你 比如說邱莉莉的案子 邱莉莉現在還在當議長 邱莉莉這種情況的案情 他的交保只有120萬 當年李全教交保是1500萬 李全教是 我們知道賴清德他當市長 不敬議會200多天 那黃偉莉的態度是什麼 這邱莉莉議長他還在當議長 他還在當主席 那怎麼賴清德沒有做類似的要求 沒有 所以我說這種事情就是 你該結案就趕快一審二審 趕快水落石出 那這樣就不會有黃偉莉擔心了 人家要貼你的負面標籤 為什麼貼負面標籤 因為太雙標 然後案情看起來好像就沒有在 司法就沒有在進行開庭 一審二審 那個速度非常慢 人家當然有各種留言 知道王定宇跟賴清德那個建議 四年前國軍的樣子跟現在能比 我們最近這兩年國軍的內部管理事件 不斷的冒出來 事實上賴清德如果真的順利 他一月明年一月當選 他運氣好 因為我們議務議員為一年 是明年一月開始 我跟你講 四個月的兵就一堆問題了 你這一年的兵到時候問題多到你受不了 所以你說這個 這樣邱國正沒有責任嗎 就我們的軍隊管理 沒有辦法想像說 連四五手槍也會掉 然後連這個六五 六五這個六五四步槍 那個自動步槍 那坊間的模型槍可以放在軍戒庫 被替換 這個以前從來沒有聽過 那有人還可以那個肉 馬祖會缺肉 那還有人可以在海灘上寫字 然後邱國正怎麼說的 上次那個四五手槍掉 那是陸戰隊 邱國正說一定查辦到底一定要讓人家掉腦袋 那現在又來了 又有人那個六五四 模型槍竟然出現在軍戒庫 那個前面那個掉腦袋了沒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 王定宇既然在國防委員會就要要求邱國正 拿出整頓軍紀的辦法嘛 你對軍隊管理的辦法嘛 這個你這樣子才能夠真正讓人家覺得你對這個國軍的管理是上軌道嘛 不然我跟你講明年一定非常嚴重 因為明年會突然增加三四萬人去義務院受訓一年 這些人我跟你講到時候一定狀況百出 我看你到時候怎麼管理 而且還有很複雜的用寒暑假大學生去服 不 就是一堆 還有教招要延長 一大堆問題 你明年一定都會發生 是 霍永哥登記了嗎 還是你根本不贊成這個政策的 這六千塊當然還是要領 因為這個是再留子孫 但是我沒有小孩 所以就再留子孫 剛剛亮哥提到這個當年李全教 他教保之後後來李全教是被搜牙了 後來李全教被搜牙 我今天看到黃偉哲 涼涼你跟聯合報在那裡說黨說什麼 實在我感覺實在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就是說台南出了這麼多的事情 可是黃偉哲竟然還跟我連任 這個我都不曉得要講什麼 我也很慶幸 剛剛淺秋後提到那個光電那個圖 我很慶幸幸幸運輸界沒有當選 運輸界當選他是擋人財路 他沒死也要擋兇 怎麼可能讓你去擋人財路 那現在回到什麼情形 淺秋後現在又回到了分配的情形 因為黃偉哲連任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邱莉莉那個我是比較遺憾 就是說他辦案辦的這個 他是有做損害控制的 他就是辦到這邊為止 然後國民黨的澎湖的議長 跟雲林的議長都被搜牙 這個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這個非常的糟糕 我講一下這個新聞 這個是我們昨天在我們大白話 這是有PTD的鄉民建議 許曉欣去選台南 其實這個是我昨天 許曉欣坐在這位上 是我昨天講的 我不曉得PTD鄉民 是不是偷看我們節目 然後許曉欣今天回應說 台南鄉親大概不會喜歡空降 因為他今天去登記 我舉個例子 因為這是王淺秋的老師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當年很像是空降 他是高雄人 不是 他不是高雄人 他在高雄辦造勢 遷就你知道那個山山造勢 他不是在六日辦的 這在上班日 在週間辦的可以這麼多人 而且不是動員來的 這幾自動自發來 那個蕭翰俊他們繞的遊覽車 不用開 因為已經滿了 現場已經滿了 韓國瑜是空降嗎 韓國瑜也是空降 可是他當選 我不是要叫徐曉欣去空降 黃雄有空降傳統 台南比較沒有 沒有 對 亮哥沒有說 可是你看 觀眾朋友 你看這種新聞 你看了會有興趣嗎 誰退誰的群組 兩個也這樣 要吵一吵去 我說這國民黨你會有那種 那種感動人的那個 不曉得 我不曉得 因為像王淺秋 他就沒有辦法推我群組 因為他根本沒有我的賴 他就沒有辦法推我群組 不要加 不要加 加了也會被退 拍朋友 糾情不夠什麼 你看這會感動人嗎 所以你看上一次的立委選舉 祝祝姐他抱病到台南去 單挑王定宇 為什麼我們會很感動 結果祝祝姐一馬當先到台南之後 國民黨有誰跟進 沒有人跟進 只有祝祝姐一個人去挑戰艱困選區 當然結果大家知道是輸了 有人要為黨犧牲嗎 不要犧牲嗎 打他打他 那算不犧牲 大家都沒有 比較好選的地方來選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你說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情形 很感慨的 不是賴清德不是沒有東西可以處理 所以錢就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我如果有錢做民調 我就做一個陳建仁跟蘇貞昌的民調 也可以贏侯友宜 我就操作 然後我把當年賴清德罵蔡英文說 蔡總統請你的網軍不要再攻擊我 我做成短片到處發 蔡總統國家機器不能介入初選 我挑撥小英跟賴清德之間的矛盾 你們國民黨都不會做 國民黨現在是裡面 我拿牙籤凸你 然後你拿牙籤凸我 國民黨是自己在打自己 沒有人要去打賴清德 賴清德的台南 我也幫黃偉哲講一句公道話 那些東西是黃偉哲造成嗎 不是 黃偉哲是接賴清德的棒子 黃偉哲是在幫賴清德擦屁股 可是國民黨呢 國民黨都忙著內鬥 沒有人要去處理 也沒有人要犧牲 所以結果就是變成 你現在看到的這樣 台南差一點點 謝龍介就贏了 他也去戰了 只不過當時得到的資源 的確相對是少的 紅偉現在在100元審預算了 看到這些預算的數字 6000塊要發的時候 還有現在正在審的預算裡頭 中央政府要讓人民來負擔的負債 是越來越沉重了嗎 其實現在的發6000塊 跟我當時所講的還稅漁民 其實已經有非常大的差距了 目前某一個程度 其實都是政策買票 或者說大撒幣 因為他整個花錢花得非常多 我想回來講一下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說 要不要去登記 就是先到網站上登記 因為第一天就出現 有兩個假的網站 那麼也跟6000很像 有的是6000.govt.com 都很像 都很像政府的網站 所以他們現在都要告訴你 請認明 這個一定是6000 不是OO 然後一定有.tw 那個tw前面一定有一個點 請看清楚 老花看不清楚啊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就是說這就叫做台灣的詐騙 已經到了這種猖獗到 連政府現在發6000塊 立刻弄一個非常像的網站 然後給大家來點點看 其實在之前就有了 其實當時 其實我們連那個預算都還沒有審 就已經出現了 就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詐騙的網站 所以台灣的詐騙 這些治安的問題 政府能解決嗎 完全沒有辦法解決啊 非常的猖獗 然後呢 現在呢 這個普巴獻金 然後又告訴你說 你要認明就是這個 就是認清楚喔 不要搞錯的 那現在又擔心說 那個資有沒有可能被外洩呢 因為最近大家講得非常如火如荼的 就是我們的2300萬的互證資料 那個互證資料 因為很多人從那個國外的網站 所出售的這些資料 回過頭來去對照 發現是真的耶 被兜售的就是國內資料 兜售之後 你以為他賣的是假資料嗎 不是 他賣的是真的資料 所以這凸顯了兩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第一個 詐騙你根本完全沒有辦法管 第二個 政府對於個資外洩 即便我們花了200多億 去成立所謂的數位發展部 唐鳳還叫做什麼AI 怎麼支付 台灣的AI叫 一點折都沒有 這是政府執政之無能 剛才講說 你說台南這些問題 沒有錯 台南問題非常嚴重 我必須講 我黃偉哲標籤 誰給你貼標籤 88槍是貼標籤嗎 沒有那88槍 請問一下我怎麼貼這個標籤 你也實在是太天真了吧 你在開什麼大玩笑 沒有錯 黃偉哲好像是插屁股 可是黃偉哲追認這些東西 還幫他辯護 我覺得黃偉哲就要共同破綻 這些責任 黃偉哲沒有要選總統 不要再罵蘇貞昌 不要再罵火力集中賴清德 是賴清德要選總統 把賴清德打趴的就贏了 的確是2月2日前哨戰 這個時候我們後面還有節目內容 深入來談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今天早上10點特別企劃 新聞大白話 國民大會 邵康戰情室 全面大解析 早上10點 坐定TVBS56頻道